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知道1951年是一個非常動盪 且非常難以預測的年代 在那個年代在戒嚴專制的底下 白色恐怖讓許多家庭烙印下了 難以抹滅的歷史傷痛和沉痛的痕跡 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記取這樣的教育訓 繼續的往前走 可以向下扎根 而且更讓更多人知道屬於人權無價的重要意義 在這一次我們主辦單位 也就是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住 為了向曾經經過於綠島 我們親愛的前輩們致意 同時也記取歷史教訓 特別在很多很多年前的今天 也就是選擇在第一批政治受難者前輩 發監至綠島新生訓練處的5月17號 64年前的今天 我們特地舉辦了2015綠島人權藝術季的紀念晚會 我們要共同的來記取這個不能忘記的歷史傷痕 同時也要藉著這樣子的沉痛代價 讓我們可以有更多人知道 人權的重要 也一起將這樣的人權理念向下扎根 讓這個歷史的印記 烙印在我們的心中 不會白白的傷痛 在今天的一開始 也讓我們歡迎在這次的主辦單位 也就是我們敬愛的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王玉群 王主任 上台為我們支持 掌聲歡迎王玉群主任 謝謝 我們在座的 敬重的政治受難者前輩 還有我們陪同 我們老人家一起走過艱辛歲月的夫人跟孩子們 還有我們綠島 我們各個單位的長官跟我們的好朋友 還有在座的各位參與的年輕朋友們 一九五一年前的五月十七 我想在三十八年的戒嚴期間 尤其在綠島有兩個重要的時期 我想在那三十八年的時間中 一定有一天 他的天氣跟今天是一樣的 但是在座的各位長輩 今天回到這個地方 心情卻跟三十八年你們所曾經經歷過的那個歲月的時間 相同的天氣 心情感受全然不同 綠島是國家人權館準備出很重要的一個園區之一 這塊土地 存在著各位所存留下來的所有傷痕的記憶 在那個禁雨的年代裡面 偶然的姻緣 讓兩群人在這個島上相會 政治受難者 跟在這塊土地土生土壤的綠島居民們 靜雨的年代 所留到現在 所留下來的 除了讓長輩們剝奪他們的話語 對綠島的居民何嘗不是 人權館三年的藝術季活動 今年我們做了一個嘗試 由劉亮朵導演 率領的專業的表演劇的演員們 將靜雨的這個部分做了一個跨越 將各位的集體記憶 兩組人的共同經歷做了一個呈現 這個目的是在讓我們的年輕孩子 在綠島長大的朋友們 包括我自己 我們在了解一件事情 當你被剝奪 所有的自由的一切的同時 我們習慣的以為 我們被教育的以為 我們自己也都這樣子認為 人所湧現到最後的只有仇恨 仇恨 這個屠如其來的無常 仇恨 為什麼我們的意識形態沒有辦法落實 可是 在三十八年的歲月中 我們看到了另外一個希望 那個希望是我們從政治受難者 生命中所讀到的 那個希望是什麼 他們不僅跨越的傷痕 他們沒有仇恨 在自己最困頓的同時 他們還願意 把自己的力量 貢獻給跟綠島的居民產生關聯 不管在醫療 更是在教育 還有農耕 我們必須承認一點 台灣在轉型正義的這個路上 我們做的還不夠 我們還要更努力 但是我們要怎麼努力呢 這三年來 我在政治受難者跟家屬的身上 我學習到 從人開始 從人開始 假設 國家人權館 籌備處 綠島跟景美兩個園區 它在存在的硬體跟空間的意義上面 有一個價值的話 那個價值 就是讓 所有來到這個園區的 每一個年輕人 不僅閱讀歷史 更要認識 在生命混沌中 繳節 值得敬佩的人生價值 綠島園區 是綠島的一份子 我們要跟綠島 所有的單位 所有的居民 一起努力 不僅讓綠島 除了是生態 除了是浮潛 除了是觀光遊戲 更重要 我們要盡我們的一份力量 讓所有的觀光客 認識台灣 曾經有過的傷痕 因此 今天的舞台劇 是個開始 我們可以閱讀到 在當時困頓的年代中 多少的歌聲 是撐過 讓老人家們 度過生命困頓的力量 那這些歌聲 會永遠留在綠島 甚至尋回台灣 我們期待今天的表演 最後 我要非常的感謝 我要邀請 我們的所有的政治受難者 跟家屬們 給一個掌聲 給這一次為你們服務的 台東大學 概念整合 還有我們 所有的工作人員 請政治受難者 給他們一個掌聲 接著 我要邀請 我們的年輕朋友 所有我們參與的朋友們 年輕人 也給我們這位 這些政治受難者 一個掌聲 感謝 這些老人家 願意付出他們的傷痕的故事 勇敢的走出來 最後 我要感謝 我們 台北 指揮家 室內樂團 兒童 管弦樂團的 家長跟小朋友們 你們昨天非常辛苦 排演到 八九點 我更要感謝 如果沒有綠島國小 跟公館國小 學生 孩子們 從早八點九點 這麼大熱天 在這間的排演 這個部分 今天的活動 沒有辦法成功 最後 所有的活動 也是因為有你們 大家的參與 才能夠完美的完成 一個主要的任務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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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敬愛的王主任 對我們的誌詞 以及對所有嘉賓 所至上的歡迎 和感謝 是的 在今天的紀念會當中 就是希望透過音樂和戲劇 共同的向我們當年 這些無懼的英雄致敬 同時也希望大家 能夠將這張歷史的痕跡記憶 讓我們能夠用更加善念的力量 以希望更多的人權價值的扎根 深植在所有朋友的心中 第一個來到舞台上 為我們帶來精彩表演的 就是台北指揮家 室內樂團 即兒童管弦樂團 今天一連串的歌曲 代表著音樂 所要傳達的撫慰力量 紅石有許多 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歌 和大家一起揭開 且緬懷那個精彩的年代 第一首歌 是我們的四季紅 四季紅這首歌 是李林秋老師 和鄧宇賢老師 是在日劇時代晚期的作品 而當初這首歌做成之後 在戰後 從四季紅名字被改成了四季謠 因為紅是當時非常敏感的字眼 但是這首歌其實非常的輕快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藉著四季的更迭 代表出男女之間戀愛的熱情和美好 也是台灣早期非常著名的情歌形式 現在我們就一起用掌聲 揭開今日的演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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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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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